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信 邱琳泰 今天跌了159点 你如果大家有小孩就怒了 人家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又来到一万一千点 他们也有压力 这两天又跌了一万跌下来 创新高能度本来就高 因为美股不是 美股也不是很不好的问题 美国股是今天早上最大的利空在 连准位是鹰派的说法 本来预期啊 投资朋友你要注意听 我常常跟投资朋友讲 包括我在银天下理财这些 11点到12点 我们一个小时 我都跟投资朋友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到这边用 这个全台湾投雇界 投雇老师啊 大家讲股票 如果是多头怎么讲都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全世界最困难的是空头来的时候 你怎么会知道 我跟大家讲我很拿手 因为空头来的就有别的金融商品的变化 股市的资金就会测出 也预许测到在市里面 或者股市的资金测到什么 避险啊 这两天再拉VDI散装指数 导致没有 说不定那真的是拿来避险用的 大家要搞清楚 今年以来我目前看到避险好像很明显要躲到散装去 如果散装明天去 现在涨1% 应该说明天早上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可能就涨3%5% 那散装就整个冲上去了 散装指数现在 现在最近报价是1404点 如果1500点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常常比喻啊 这个股市多头简单 最近正在做结构的转化难免的 被动元件你看这个 明天啊 明天国具 这是国具 今天国具今天沙尾盘 今天台积电啊什么 因为联主会的利率会议就告诉你说 它比较鹰派的 要多升息几次的 那这个如果今天欧阳啊 今天欧阳又说要把QE时间缩短 又更加紧缩的话 那整个市场上今年过得了关 明年也不见得过得了关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股市不是不会有脸的多头啦 它有结束的时候 可是全台湾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 我跟你讲只有我 那你说我现在马上知道不可能 我是观察那些金融商品的变化 这是我拿手的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看我这边跟大家讲 这个银天价理财11点到12点 你的好处是什么 你盘中看嘛 我盘中跟你讲嘛 怎么分析国 因为为什么本来是半小时 11点半到12点 为什么变成多半个小时 我专门在分析金融商品的 你从那些金融商品的变化 就可以说 我这边好像抗头要来啊 有没有听懂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股票的过程当中里面 你不要只有专注股票 那如果你要专注股票 你也OK的 被动元件这个样子的 我说过被动元件在国际市场上早就不涨了 虽然没有大跌早就不涨 国际市场跌的最重的是这种的 是重的 今天是没有跌到的 是重的叫什么 台胜科 这种的跌最重 你看台胜科 有看到 国际金融市场让台胜科 就是胜高有没有跌到哪里 跌到这里了 这里是八十几块 现在它还在150亿 3436JP 如果你每天有我的Ninead 3436JP JP这个叫什么 JP就是日本股市的这个胜高 已经跌到八个月的低点 导致没有想办法 这支股票八个月的低点 你到底能看 八个月 这个股票八个月的低点在哪里 八个月 我们就算八个月 现在倒数 这六个月 12345678 它已经跌到这附近了 那就是跌到跌破这一个点 这个点是多少 是八十几块 如果按照合理的位阶 它要跌到这里 胜高跌了三成 你说这跌太多 没有啊 因为胜高早就 高点是在这附近啊 这附近啊 它现在跌破是什么啊 胜高涨三成 我们台胜科才可以涨六成到一倍 当胜高回挡三成的时候 它的位阶是在这个位置 台胜科具有可能跌到八十几块 除非最近的台胜这个胜高啊 吃了大力网又狂飙的 不然你自己都要脱股减股 费股票是要这样看的 今天跌的最深的不是台股啊 应该差不多啦 还有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今天虽然大跌啊 但是他们的铜箔基板 今天还在大涨创历史新高 我给你讲了3144的新阳科 有没有3144的新阳科 有没有 新阳科 看是不是 我还打字上讯了 一度长期 6153的这个 不用担心啊 还在创高啦 我标准写 AR VR前程事情 韩国做三星的AR VR 已经来过了这一个高点了 这个现在来到这一个高点 你至少还有接近三成以上的空间 你要不要赚 华讯 硬体当中是铜箔基板 还有一个族群啊 你不要忘了 美国一档股要CRE啊 OLED带台湾 你目前没有听过 OLED在台湾到底哪一档 是平概股 没人知道啦 没有讲过啊 但是美国有一档股要叫CRE 到今天都还在创新高 它就是美国在 苹果在美国的OLED概念股 在台湾直接的供应片 就是3698 所以隆达怎么样 也算得上 隆达 这档股要叫隆达 这档股要叫隆达 隆达也是什么 也是标准的OLED 因为它往OLED跟mini跟microLED 它就是CRE CRE CRE CRE就是这档 拿给大家看 这档股要叫隆达 总是 东西说到最少 大家比较不及 到昨天都还在写新高 也不止它啦 韩国三星的直接供应链 这OLED也是创新高啦 有没有看到这里 在台湾它直接供应链 它在美国是平概股 美国的CRE 是美国OLED 苹果OLED的平概股 台湾你没有像苹果 苹果直接点名说 哪一档哪一档 是我的概念股 但是你至少知道说 美国的平概股是它 它在台湾的直接供应链 就是3698的隆达 也是说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隆达应该就是美国 苹果的OLED 在台湾的平概股 没充当而已啦 那如果表起来怕死你啦 这如果去到这儿 没什么啦 投资品 这样就是做股票啦 不然你跟我说 你怎么要做股票 我给大家的东西 都是让你叹为关子的啦 因为我专门说 国际股市的金融産品 你不要跟个别股的内容 而我也不是随便讲讲的 我也不是随便讲讲的 放眼全台湾的分析师 是哪一个人啊 是哪一个人会跟大家讲的 这么仔细的国际股市的 这个格局 没人会讲 也没人知道啦 就知道得这么清楚 所以按照逻辑啊 自从股票 如果发动的时候 涨个五成一倍啊 手盗起来 量很大 你以为他只有几百张 几万张的量 给他滚起来就吓人 为什么我挑6153的加联益 量很大 每天都五万张六万张 这些才能够接受国际 国际股市跌破一千块 就要你来插的蛋跟你说 这不能跌破一千块 这样懂意思没 那最宝贝的就是我说 江城啊 因为这个ARVR的 这个扩动实际的产业 未来五年会增加二十倍 那你自己想想 增加二十倍 五年内呢 那你就想说 五年内很久 错 什么叫五年内 明年也是五年内 今年也在 他说扩充的时候就扩充了 整个市场上就 就风起盈涌了 整个市场上风 同学 整个市场上风起盈涌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现在啊 华纳 时代华纳 以前叫Waterbrother 以前是华纳兄弟 那个迪士尼啊 整个电影制作的后续 全部在攻 在攻ARVR 这是全世界未来真正主流 也是今年啊 一些台湾的一些什么 什么VHQ 什么那些 那些的什么 后制的那个赚钱的方法 你慢慢体会到我讲的 ARVR 前程事情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LINE AT 欢迎你加入我们LINE AT 也欢迎你 你准时收看我们 这个 迎天下理财资讯网的 十一点到十二点 如果你有脸书 你就直接加进来 如果你不想用脸书加入的话 你就到Youtube里面去打 迎天下理财 你就可以看到我十一点到十二点的 盘中直播的节目 也欢迎你加入我们 小老鼠外夜市528 小老鼠外夜市2 加入我们的LINE 台股新公立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